不知道大家在看今天的台六十一線終點時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為何路線的終點 既不在主要港口 也不在主要城鎮附近 更沒有與主要省道有所交匯 而是把終點設在一個漁溫遍布 也無人煙之地 欸?你的猜想其實是沒錯的 原本的台六十一線終點 真的不在這裡 原本的台六十一線 不僅會一路經過台南市區旁 還計劃進一步連接到高雄 然而這一整段路廊 是為何被終止規劃了呢? 想知道就跟我繼續看下去 把時間倒回至1980年代末 當時的國道一號工程已經完工通車 至於同樣由高工局規劃的二高後續計劃工程 也在1989年獲得核定 同時在1980年代 公路局也正在辦理西部濱海公路的改善計劃 目標將台二線、台十五線及台十七線 三條濱海公路拓寬為雙向四車道標準 並把剩餘路段銜接 成為台灣西部新的南北幹道 然而濱海公路屬於一般的平面式公路 不僅沿線有大量的耗質路口 道路路況也容易受沿線聚落的發展影響 最終考量西濱公路的改善計劃 對於轉移中山高的車流成效相當有限 因此行政院在1990年 便指示公路局將西部濱海公路提升為西濱快速公路 計劃不僅配合中山高與興建中的二高 在台灣西部形成三條南北向的高快速公路 還將進一步透過12條東西向快速公路的計劃 構成便捷的西部高快速公路網 而在1991年 被行政院核定的西濱快速公路最早計劃版本 路線起點便是從巴黎一直連接到台南喜樹 路線的頭尾端則會僅僅聯絡到 銜接關渡大橋與當時的高雄縣世界 當時如果興建完成 可以預期將會成為國道一號之外 連接台南市與高雄市的重要高快速公路系統 當時的規劃路線在跨過曾文西後 便會從程序聚落附近穿過 並設置一處交流到於此 接著路廊轉入台南海岸 並在今日的四草大橋附近設置交流到 接著來到今日的關系平台與漁光島 而在當時今日的觀光聖地漁光島 其實是與關系平台相連的鹿連沙洲 並非獨立島嶼 後來漁光島為何變成今日的島嶼樣貌呢 這是因為在舊安平港 漁積過於嚴重的情況下 船隻需要透過安平山港 多航行三公里的里程 才能進出安平漁港 最後台南市府與交通部協調 決定再把安平漁港打開 再透過漁光大橋 連接被切斷後的漁光島 才形成今日漁光島被切斷的樣貌 接著西冰塊便繼續沿著海岸線旁前進 在四坤身旁設置交流到 最後卡在台南喜宿 銜接台86線 而且會設置聯絡到 往前定前進 最後沿著台17線 連接到高雄縣世界 但是就如同之前影片所提到的 西冰塊的計畫 其實推行的相當不順 由於道路採用完全的封閉式設計 但如此一來 居民們利用道路 將會變得相當不便 因而導致民眾群起抗爭 而曾文熙到台南喜宿的路段 在規劃時也不斷引起地方民怨 像暗南土城的民眾 就曾反對西冰拓寬 並組成了異異西冰道路開發自救會 不斷到市府陳情 而各地主也認為 西冰寬100公尺的徵收範圍 將嚴重影響自身權益而反彈 安平的居民則認為 快速道路將劃過餘光分效 會影響民眾的受教權 希望將快速道路再往西移 而台南市野鳥協會也表示 當地為100多種鳥類的棲息地 西冰塊的開發 將會趕走這些鳥類 也將折損原有的防風鈴帶 在1995年 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劃定 更為此段的西冰塊建設 又再添變數 當時的台南縣市政府 曾特別與公路局協商 期望西冰塊的公路工程 盡快開闢 最後通過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的 正義路段改現後 環評才終於得到通過 然而環評通過後 卻又衍生了跨越安平港的路段 到底要如何興建的難題 是要以地下的過港隧道 還是以高架通過 使計畫仍然懸而未決 接著在1996年時 交通部又認定到西蘇的路段 交通流量需求不大 而決於暫緩增文西以南的 西冰塊工程 並將增文西到西蘇路段的工程計畫 合併安平港聯外道路的開闢計畫辦理 這也是為何安平港聯外道路的道路上 仍然插著西冰325、326與327K的里程牌 而安平港聯外道路上的325K里程牌 距離今日西冰上的304K里程牌 若是套用當時的計畫路線 兩地確實是相距了20公里左右 這也間接證實了 當時這段台611計畫的存在 不過最後在整個到西蘇的計畫中 只有安平港聯外道路完成了開闢 剩餘的西冰塊主線 則沒有開闢成功 那主線路段是為何消失了呢 在1997年 隨著台南市政黨輪替後 市府的市政方針有了相當大程度的改變 在張燦控與許天才任內 積極實施的一系列勢容美化政策 與各種文化園區的設置 想當然而 與上述一系列景觀優化政策 相違背的西冰塊開闢計畫 並在2002年 核定的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中 遭到了取消 當時市府提出的原因 是為了要維護台南市海岸的優美景觀 而快速公路的開闢 將會造成景觀的破壞 再上該路段並沒有很高的交通需求 同時也在都市計畫檢討中 將西冰塊的終點截短到 計畫中的二等七號道路 也就是今日的台江大道 而主線工程都被取消規劃了 後續前往高雄的聯絡到路段 最後也因此沒有了下文 隨著2009年 台江國家工人的設置 更使此路段開闢快速公路穿越的可能性 幾乎再降為零 最後因為台六十一線 在華國曾文西抵達台漢大道的路段 後來又重新進行了規劃程序 才形成今日的西冰塊終點 暫時斷在七五十分的現象 不過這段時間一轉眼的來到2022年 華國曾文西抵達台漢大道的 台六十一線路段規劃已經完成 正在準備動工 後來台六十一線的終點 又將進一步延伸到台江大道 在這個基礎上 公共總局又提出了台六十一線 延伸高雄的計劃 那大家如果想知道這個計劃的詳細內容 也別忘了幫我按下一個喜歡加訂閱 並開小鈴鐺 還有去發我的IG 才不會錯過西冰延伸路郎的細細節系 那大家也別忘了幫我把影片分享出去 給你身旁位在台南高雄的朋友們 讓他們知道原來西冰其實有這樣的計劃喔 另外從今天的影片開始呢 希望可以透過一些片長比較準的影片 來解答大家長期以來對交通的妙物 因為這段時間以來 實在做了太多片長二十分鐘的大長片 長時間下來真的非常的傷身 所以呢想要開始做一些長度比較短的企劃 大家呢如果對於什麼交通現象 跟規劃設計感到很好奇 想要深入了解背後原因的話 都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會盡量幫大家解答的喔 那下一集就讓我們好好了解台六十一延伸 與其餘的台南高雄見快速導入計劃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